真是不好意思 我剛才以為一直在做廣播 原來自己對著空氣講話 那個transmission是不通的 浪費了十幾分鐘 好 那很快跟大家講講好嗎 今天很高興 走到這個珠海做考察 考察什麼呢 就是看一下橫琴 看一下這個港珠澳大橋 因為我心裏都很期盼 但是港珠澳大橋早點通車 通了車之後 我們就變成可以 就不需要這樣拐一個大圈 去虎門橋 然後再下來走 A字三角形 如果是可以的 將來就這樣走這條橋過來的話 那三十幾四十分鐘已經搞定 但是現在我們走傳統路 就是珠海中山虎門 然後去長安 搭回來深圳 然後才過回來香港 這裡就要走兩個小時鬆一點 但是這裡就三十幾分鐘搞定 你想一下是不是真的 你還沒計算塞車 如果你搞得通的話 你就根本省了四分三的路 如果省得到四分三的路 意味著我們的效能 是提升了三倍 至四倍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那最近我就 在珠海那裡也找到一間 挺好的科創公司 他們就做這個軟件 APP的設計 但是他們的年輕的工作隊伍 每個人都是很有朝氣 以前我們經常讚賞 香港自己的那種能力 是非常之好 反應快 但是不好意思 比起現在同齊的 他們都好笑的 就是說什麼呢 他們那些叫做八十後 出生那些 我們現在工作的梯隊那些八十後 和九十後 個個都很醒目 做事又快捷 話頭醒美 在那個傾談的交流裡面 也都是很多位 一路開兩三個會議 都不需要break大家 是很一氣呵成的做事 那麼他們還在笑 就說 Holyshia 現在我們是八十年代後 八十後的 已經就是被年輕人 叫我們是中老人 中年人 或者八十後的被人叫中年人 他們心裡面很不習慣 那你想一下 他們那種年輕人的這種心態 的確是 真的二十多歲那些 就很夠勢的 真的 好勇 兼且就很薄 也都很有腦 設計的那個軟件 很快就已經出 已經有個初階模型 那我們開了兩次會 成效和那個進度 都是非常之 令人感到 滿意 那我就下次開會 十二月一號 再回去 那星期五的 然後呢 爭取在十月尾 也要開一次 我們的目標 將這個apps 就會在一月底完成 三月就要推出的了 可以為眾服務 送法上門 就最好 這個就是我講的 在中山裏面的 有一個 這個科技園 環境相當不錯 它有的空間 那再落在下面 珠海呢 今天我們要到的就是 考察什麼呢 就考察這個 港珠浩大橋 然後就走到橫琴那裏看 橫琴只有100多平方公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2009年 不好意思 先喝一口水 2009年呢 就規劃 然後就2012年動工 短短在五年的時間裏面 就砰砰聲地 就已經建了很多棟高樓大廈 它這個不只是用來做一個 一個空殼 一個鬼城這樣 它整個建設已經有部署 就是習主席說 要謀定而後動 先做好基本的功夫 設計好 你想做什麼 然後才去做 那我就對橫琴自己本身 就了解不太深 但是今天看完之後呢 印象非常之好啊 它的展館 講出他們的那個 那個目的 是要搞一個 又是 很多新科技的後勤 金融中心 又是要做 因為金融這件事 不能小看 因為由2008 2007年開始呢 就是 廣東省 騰龍換鳥 東莞都要改造 不是只是靠這個 勞力去賺錢 要踏上去 就以服務行業去賺錢 用錢來賺錢 用腦來賺錢 這個呢 就已經由2007 2008年 一路推推去 2009年 就橫琴 要做出來 然後2012年 下動工 今天是2017年 11月9日 我們看的時候呢 那個環境已經 你看看它那個變化 已經是很驚人 看下去的時候 你會替別人覺得 驚訝的時候呢 哇 一路看一路 哇 然後自己反映自己 那個情況 香港 很可憐 怎麼會搞得這麼慢呢 只是說回 那條九龍中幹線 20 是1998年 談的 搞到現在 就是2018年 動工 2029年才建好 建的3.9公里長 要420多億 要建成11年 大哥 人家整個城市 都已經建了出來 我們建一條這樣的地下隧道 你想一下 我們的速度 我們的效率 還有我們的腦筋 好像突然之間 好像迷失了方向 不知道去了哪裡 所以 不怕 貨比貨 最怕不會貨 當你人比人的時候 也知道 人家的進步在哪裡 自己的不足在哪裡 那邊處 今天我們成11人的 屯門區議會 早在兩三個月之前 已經籌備了 來考察 港珠澳大橋 看橫琴 跟著他再看這個 深中通道 明天他就去 去看這個 中山的了 然後後天 再回來 就看這個 深中通道 明天就看 中山那邊的地腳 然後 後天 就想看這個 深中通道的 深圳那邊的 那條橋的地腳 但是 唯獨那個工程 那裡 就未準備好 我們不看那條地腳 就會拉到下面 前海 都看前海 那個進度 前海我都看過了 實際上 種種有那麼多的 發展 還有那些項目 如果我們不去看的話 不知道自己是越來越渺小 你不去看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人家會這麼嬌俏 還有 起個大型的設計 藍圖的規劃 你不是就這樣口講的 真的 那今天去到這個展館裏面 我看到他那個橫琴 由部署 還有去施工到現在的初階 他還要花多幾年裏面打造 會更加好些 那我見到什麼呢 他澳門的大學在那裡 我們見到他的那個橫琴的CBD 還有有24小時通關 就和這個 湯仔那邊 就過去的這個威尼斯 巨人 這個Galaxy 那個Casino 和他其實呢 大概只有 最近的那點是180米的距離 你看到 他兩個就互相對著 那看到這個橫琴這邊 就已經一直這樣做 還有一件事 令到你會覺得很 很 很讚嘆的 就是 你在office裡面聽過 就叫做raise floor 是不是 你整個floor raise了之後 因為走下面的cabling 那些wiring 就變成了你不需要下下 就要挖地啊 走牆啊 要整桶啊 這麼麻煩 那你那些叫做raise floor 升高了的台面的那個地台呢 就方便藏這些電線走這些的線路 就會容易 他同一個概念 他也都是 就是把橫琴的 城市規劃做好他 未動工 起樓的時候 要搞好條路 還有 地下的那些管道 地下的隧道 他建了很多條隧道 那些隧道就是什麼 一個box形 可以走人走人下去的隧道來的 然後呢 那些隧道裡面呢 就把那些管道呢 光纖啊 電線啊 電話線啊 煤氣啊 這個這樣的 水管 全部就在隧道裡面這樣去走 兼且有些人放著一排排在那裡 那這個好處在哪裡呢 就是說 總之現在那些大管道 大動物那些 就已經一早鋪排好了 以後你不需要挖路 全部就是在地面下面 就已經鋪 鋪 鋪設好了這些隧道 以後呢 就走這些cabling 然後去到大廈裡面 再分散走一些小管 那已經差不多叫做送電送信息 去到那個大廈地盤旁邊 然後再走那些微細管 然後上樓 你看 他們可以想得這麼細緻 兼且大刀闊斧這樣做 而且做起來還是很有成就 很有節奏 很有效率 那我就在展覽裡面 當其他人在看那些 projection 那些artist impression 那些 還有報告的進度 那些時候 我也有看 那我也特別看一下 他那個工作團隊 原來有很多是借調過來的 就是國家規劃 規劃處 還是規劃局 還是什麼 來自於瀋陽 東北 四川 廣東省自己有 然後其他 福建 浙江 那些 這些全部的工作團隊 我數據 直動大概有四個 四個一動 橫向就有八個人 四百三十二 這三十幾人 就是整個規劃的核心團隊 那再看一個年紀 他打了他的自己的履歷 是哪裏人 什麼年紀 出生的日子 然後工作的單位 他的經歷 他的經驗 給了一張照片 每個都是非常年輕 兼且很有腦筋 我還看到他的平面圖 剛才我已經在預告那裏 上載了一張照片 你看到他很考慮 綠化環境建設 我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另外又想起 上個星期十九大的時候 十九大那個演講裡面 習主席都很強調 環境保護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這件事情 他們不單止說 就是做到出來 我覺得這一個就是 非常之 令人覺得很佩服 這個佩服 這個佩服 不單止我自己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 正在坐車回來 為什麼呢 因為本來這個旅程 是三天的考察團 屯門區議會 早幾個月之前編排到 我都要履行 區議員的工作 我們考察的 但是現在這三天裡面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明天 就是我們的特首的施政部 報告的致邪動議 我亦都在昨天 發表了我兩次的談話 那今天呢 我就一早就回到立法會裡 打打票 打打卡 坐一個半小時 聽大家講話 然後我就坐十一點半船 就和他們一起出發 考察這個港珠澳大橋 也都去看橫琴 看完之後 今晚呢 我就不留在那裡過夜了 那我就 就坐車回來 明天早上 又在立法會裡邊 出席會議 然後就 當然一定投票 支持林鄭啦 是不是呢 她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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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報告都相當不錯 嚴簡易核 也都是 樣樣都兼備得到 所以明天 我又要 坐在立法會 而後天呢 我才再回去 加入他們的 那個考察團 我唯一 三天的考察團裡面 我不加入的中間 明天他們會去看這個 深中通道那條橋 兩邊岸的橋 那個地基工程 明天就看這個中山那邊的橋 後天呢 原本呢 也都用來看這個 深圳的那個橋 唯一是那個橋 不方便給她看 所以呢 我們就不看橋 就立下去南部 就看前海 所以整個那個 這樣的 考察團 都是很好 今天我們 我看這個 橫琴的時候 一路看 一路都嘩嘩 嘩 以前是養豪的地方 一個鄉下的地方 你說搞橫琴 大哥 剛剛在做前海 前海就那裡有15平方公里 這裏 百幾平方公里 是它差不多十倍 前海 我們那時候 2009年 又是那時候才講前海 講前海 拍板 沒有那個15平方公里的 然後又隔半年都不到 搞橫琴 個個都拋頭 行不行的 但是今天 大家走去那裏看看 橫琴它已經 是成形 而且我剛才說 它地下的cabling tunnel 還有那些德 做得很好 今天帶我們來看的 珠海海外聯誼會的秘書長 他說今天你們來得急 你們都不是工程人員 如果你是工程人員的話 他安排特別 看看地底下面的那些管道怎麼走 我相信這些呢 一定我們香港的那個工程界的人員 還有技術人員 很有興趣看的了 講回 剛才我就說 在珠海那裏 就跟人家做一些application的開發 那些年輕人都很著躍 那今天我們又看到什麼呢 就是看到這個 看完橫琴之後走過來 這一邊珠海的那個會展中心 它的會展中心有七十幾層高 那裏三百八十米那麽高 最近阿加斯的老婆還是誰呢 就在那一棟大廈的天台那裏 就打這一場去玩一下 打這個tennis ball 在那個天台那裏有一個tennis court 是世界一流的高手在那裏 來自如有漁人 而且就是一種噱頭 剛剛適合搞什麼呢 我們今天去看的時候 他搞的就是一個珠海的 就是拉丁哲 拉丁哲就是做一個這樣的exhibition 我們今天去看個場館裏面 看看它拉丁美洲那些的產品 筆外乎都是紅酒 那些天然食物 或者是做一些 有些yogurt 諸如此類 但是再去看看 因為那個展館是很大的 大過我們香港的會展 還有大過那個博覽 就是亞洲博覽的會展中心 這個是新落成無奈 也看到很多國企在做一個展覽 其中是中國中車 最近在波士頓和他翻新的地下鐵路 那條橙線orange line 他們現在中車和他做 是便宜靚正 今天看他的模特兒幾有趣 另外一間又不知道叫做金龍還是銀龍 銀龍就是專門做電動的巴士 他們那個廠房都很大 我看他的簡介 還有他的產品 一邊看一邊滑滑聲 在場那些服務人員 推介那些項目的那些經銷的僱員 個個都是年青人 你看到他們那種很著弱 他有自信跟你聊天 表達解釋他們的產品 也都態度非常之好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反差回來 我看到的 我通常都是現在砌我那些年青人 那些是比較自我定的 因為他們坐井觀天 問他們會不會去內地 他們不喜歡去內地 但是他們喜歡陶醉在他們自己的世界 但是他們的身體世界 就是很坐井的觀天 沒辦法可以知道 我們內地的同齊 他們那種進步的程度 是已經遠遠拋離了 我們自己香港這一批 和我作對那班 有些不和我作對那些都很聰明的 但是我仍然都這樣說 和我作對那些是一小撮 那些年青人 你和我作對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和你自己本身作對 我奉勸大家 是多些 如果你喜歡的 就看看世界 外面的世界都進步 但是原來你隔離這個世界 中國的世界 是比你想像中更進步 那今天呢 我們的代表團裡面 考察團裡面都有 有一個半個的民主黨成員 那他看到都很開心 他覺得都 哇 中國真是 不講不知 真是不看不明白 看完之後呢 你都會說話聲 你還是當以前那些臭四啊 阿燦那些呢 我覺得如果你這樣看 就已經是很迂腐了 好了 不單止是我說話話聲 也都不是我們的代表團 我坐著車回來的時候 就追回那些news 看一下Cable TV 今早早呢就是 錄下了 習主席歡迎 國事訪問 美國總統 特朗普 抗例 就 國事訪問北京 那北京政府呢 就是 給出這個叫做 國事訪問加 國事訪問加 的禮語 國事訪問級的禮語級數 加的版本 就是特級 特級特級 特朗普的故事訪問 昨天就在這個 紫禁城裡 喝一個milk tea 喝得當然是 過癮的了 但是 好戲今天還在後頭 就在這個人民大會堂上 習大大呢 抗例呢 就是 迎接這個 特朗普 今天擺的陣勢 都挺有趣的 他 中央人民政府呢 就整扎高官啊 無論這個外交 外交部長啊 和這個商務部長啊 整扎那些 國務委員那些 就站在右手邊 跟著呢 跟著特朗普來那幫 這樣的內閣啊 和那些參贊啊 那些呢 那些徐童呢 就站在左手邊 就是中美兩班呢 就一起站在那裡 就搭著 順著樓梯級上去 一陣陣 那中間有一條紅色的地毯呢 就延續下來 由人民大會堂 這裡的人民大會堂 就開這個 兩會的地方 兼職國宴的地方 那 那 習大大抗例呢 就由那裡 走紅地毯下來 那就知道 特朗普的那個總統車 會 會駛過來的了 那 然後呢 就 在那裡呢 就接待他 那在那裡也跟他呢 就介紹 中國的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 一批的主要的幹部 高官 那跟著 握完這批人的手之後呢 就慢慢走走過來 美國代表團這裡呢 習大大就跟他們握手 那然後呢 就是美國總統就在那裡呢 就做一個介紹 那你看到這個規格呢 是很有心思 這些國時級的訪問呢 不容是有任何的馬虎 做得很大體 兩批的官員平衡 就是左右 在那裡的格局 然後兩位的first lady呢 就站在紅色的那個地毯 就是紅地毯了 握完手之後呢 兩位夫人就站在紅地毯 然後 然後習大大就帶特朗普呢 就去檢閱 檢閱之後呢 就回去 跟那幫年輕人 那些小孩子 歡迎他 這個典型是 中國歡迎外賓的時候 用一些年輕的學生的小童來歡迎 那個氣氛的確是會 會令人感覺到舒服很多 揮手完之後呢 就站回 在那個前庭的Four Court那邊 那裡有一個 有一個這樣的 小的一個台呢 就坐在那裡 那他兩位呢 就站在上面 然後就閱兵 那些軍隊就粗粗過來 你看到特朗普呢 就是一直走一路 他自己都覺得很驚歎 中國有這樣的成就 你看每個人的面孔 他不是做戲嘛 由內而之外出來的那個信心呢 是令到人家會看到 是感覺到那種 那種能量 是很 很impressive 哇 很令人覺得 嗯 真是厲害 你看到特朗普一邊聊 一邊走的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會咬個孔 有時候會咬個嘴 這樣 喂 美國大國王 啊 來到這個呢 就 是什麼呢 是 是 去到中國國事訪問的時候呢 那就是 看什麼呢 就看到我們的 我們的 建設 人民的生活 還有政府的官員 還有我們的軍隊 雖然是儀仗隊 還有禮儀的樂隊 那就是 唱出的那種 那種 歡迎的音樂 整個 整個規格是非常之 當然是高了 但是帶出的內涵呢 的確是很令人 有一種 哇 當堂被他給了下去 壓了下去 那種這樣的 那種的強和弱呢 是可以說 叫做突然之間 你看到他的內心裡面 反映出來 哇 我都沒有你這麼厲害 哇 這種這樣的東西 是很厲害 這個不是我說的 Times Magazine說的 Times Magazine 是首次呢 這本這樣的東西 除了懂得去 捧黃之鋒登上去 說是風雲人物之外 他現在就跟你說 China won 中國贏了 也都在這一邊 就是時代周刊就說 中國贏了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 是說 中國輸了 那在Facebook裡面 不是 美國輸了 那在Facebook裡面說 鬼佬呢 是很簡單的 如果打你不到 我就要跟你 打你不贏 我就要跟你 就是說 Either you beat him If not you follow him 是不是 就是 你不贏 我就要跟你 跟你勝 如果 真是中國 有這樣的成就 今天來之不宜 而繼續在未來五年 或者十年 十五年裡面 會 是 繼續這樣 是 會 以強勢地 有自信地走這條路 發展下去 這個就是中國的前途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的前景 如果 較早前 我跟大家說 中國是等於一個 一間上市的公司 它叫做 China Inc China Inc Cooperation 這個China Inc Cooperation 這個China Inc Cooperation 就是 上市的時候是什麼 股票最值錢 是不是 上市之後 股票就可以自由地去交易 中國是China Inc的話 比對好像當一間公司上市的股票 而這個國家的股票是什麼 就是銀子 它叫Renby Renby Renby越來越值錢 它國家裡面的資產就會越來越值錢 這個時候 它已經 好像習大大說 中國 不單止是站起來 現在還要強起來 已經告訴你 所以 如果 那間公司 未來的路 會有美好的憧憬 還有有這樣的成就 你會不會去買它的股票呢 答案就顯然易見 就不用問阿貴了 是不是 所以 在這裏來說 香港那幫 為反對而反對 我們連大陸都不去 那批這樣的年輕人 去哪裏呢 除了去吃壽司 那些有一點點輻射 帶有這樣的味道的時候 你吃得很甘 以為還是那些 吃下去的芥末 令到你的嘴會鼻鼻鼻地 其實就是吃了一點點輻射 的魚生給你 那你吃得這麼過癮之時 你有沒有想想 會走回到中國那裏 喝一下它的 你認為它是contaminated water 你認為吃它的米 是很粗糙的米 但是不是呀 你現在應該要去看看 那你才會有 就是有前景 還有不會錯失你的機遇 哇 今天我們看那個展館裏面的東西 如果你可以 有空 這個禮拜 後日星期六 長短週 香港現在每個都會享受 不要蹲在家裡 不要只是打機 走去珠海橫琴那裏 看看人家什麼世界 我們就會明白很多的了 今天我跟大家講 就是從我的角度 眼裡看見到 剛剛今天的考察 跟大家分享 一個橫琴的地方 2009年有百多平方公里的 今天它已經做到輪廓非常好 而且在那個設計方面 講它後面的年輕梯隊 他們都很有期望 不要以為只是 你香港這幫年輕人有期望 不要以為你自己香港年輕人 這幫傢伙 我吃過魚翅 我現在不想吃 我要戒殺生 我要保護動物 當然是好 但是人家那一批 剛剛才第一次吃魚翅 它不會這麼快stop的 OK 你會說他們這樣殺生 不對 但我告訴你 我想帶出來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你認為滿足的東西 人家現在才開始 是一種strong affinity for improvement 還有一種進步 這個就是 好似河海那樣 真是無崖 學習就有如液水行舟 不進 就側退了 人家這樣向進步的時候 我們這樣墮下去 那個中間的那個 那個差距 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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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人家 是坐著高鐵 是向前奔馳 我們還是坐在那些什麼呢 坐在那些慢慢走的車 向後移 不行的不行的 這個就是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 如果你有空的 走去橫琴 珠海那裡看一看 這麼近的 你都不去 就愚蠢 人家這麼遠的 特朗普都飛飛過來北京 那裡 跟你們 聊聊天 見一下我們習大大 大家講一下我們的 不是風花雪月 我們究竟要怎麼合作 兩個國家 No.1 No.2合作 強強合一 世界更加聰明 不用打仗 而且還可以搞定 那個肥仔欣 你說不是多好呢 如果可以這樣的時候 世界有和平 大家一起攜手合作 不用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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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過兩招 那這個呢 我覺得呢 大家應該要這樣做的 好 今天講的是這麼多了 剛才拖慢了 十幾分鐘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啊 業記你有什麼要問啊 就是說做直播轉播背景 何律師做直播轉播背景 我現在坐在大廳裡 不過呢 我老婆吩咐呢 就不可以被其他家裡 各層show這麼多給人看 那些私隱的問題 所以找個各層正照照在那裡 因為樓上呢 他們年輕人一班呢 就要做些事情 那我就把我的studio 就彈了 就是我自己彈了出來 那他們呢 就在那裡做事 我就另辟一個新的角落了 鄭惠惠就說 一日千里中國的夢是成真 那我們呢 就是故意希望夢成真 但是呢 我們千萬不要沾沾自欺而自滿 不過我看到很多年輕人 他們呢 他們不是沾沾自欺自滿的 他們是很實幹 和對那個前景帶有一種很強的意欲 一種盼望 而那種盼望 他不是望門輕盼 他不是自己 是好像花生友站在那裡望 他實際上 在望那樣東西的時候 他自己一直在做那個 那個參與的工作 所以他金睛火眼 哇 充滿憧憬 自己落手落腳 一起去參與 這一種就是 我們叫做什麼 the force 是什麼force 是work force 所以在星球大戰裡面 他出氣就說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那就是說 那個力量就是跟你在一起 OK 先看一下 鄧許先生說 紐約的地鐵又舊又殘 魂不如中國 因為他們已經有相當的歷史了 沒有辦法的 一個舊的地方 它舊的原因 因為它已經有它自己的歷史 還有它自己的建設 一下子之間你要丟那樣東西很困難的 是不是 這個叫做burden 它有它的那個包袱在那裡 不可以一下子之間 將那個舊的思維去改過 但是中國呢 經過 什麼文化大革命 他們自己知道死的 碰到一鼻灰 在錯綜裡面 去走一條正當的路 和成功的路 所以有時候 我們中文 真是很深的 說什麼呢 失敗 乃成功之母 所以 鄭成功 是他媽媽叫什麼名字 叫做 李失敗 李失敗 就生了鄭成功出來 所以失敗 乃成功之母 所以最重要是做人 不怕 最重要是學習 跌了 要起身 今天美國 如果他放下自己的自負 和他的 他的 arrogance 他要有個底子 如果再 pick it up 和中國 是可以強強合作的話 這樣就好 好像喝檸檬水一樣 雪雪聲 好了 Nian Key 就說 現在世界各國 都在思考 中國將會 代替美國 成為全球第一哥 那麼 的同時 也都在思考 中國成為一個地位之後 會否又怎樣跟隨呢 那我又不會覺得 中國這麼快 是成為一個 中國現在有一件事 幾好的就是 它可以是在發展當中 曾經犧牲過環境 犧牲過 那個生態的 以全國來講 最厲害是哪個地方 就是我們廣東 因為廣東是 南大門先開放 碰到一臂灰 和跌跌碰碰裡面 尋找一條新路 摸著過河 就是由廣東做起 東莞 就是一個例子 廣東省的東莞 成為世界級的工廠 就是因為它可以是急攻近你 找第一桶金 找外匯 也都是經過它這個錯誤的思想 但是當時沒有辦法 一定要邊學邊砌邊做 那麼在過程裡面自我去調整 和改過 東莞的市長也都這麼說 就是如果讓我們再重新走一次 我們不會走這條這麼急的路 犧牲了我們的環境 將我們下一代的環境 來污染了 這個這麼慘痛的經驗 我們知道曾經在這個兩千年初的時候 我們還在說 我們需要是藍天空 還回藍天白雲給我們 當時東莞是世界的工廠 一夜都在噴著噴著煙 那時候我去這個 回內地上班 因為我在廣州有個辦事處 有時候坐車下來的時候 看到晚上 為什麼乘著黑夜裡面 噴著那些污煙漲氣出來 那這些污煙漲氣 的確是污染了我們的周邊的環境 和那個天空 但是他們很快 經過這十幾年之後 這樣的破壞 就是二十幾年的破壞 然後最近這十年八年裡面 就糾正 從什麼時候開始 2008年 是騰龍換鳥 那時候2007年 2008年騰龍換鳥 你說現在是不是剛剛十年呢 改革開放 三十 三十七年 三十 不是 明年四十年了 三十九年了 三十九年裡面 它走了有二十幾年的 那個急攻近利路 那最近這十年呢 是改革自身 而全國裡面其他的省份呢 也都是學習得好 真正是比較污染多丁 當然是蘇州啦 是不是 蘇航啊 浙江啊 那些地方 比較是急攻近利一些 和這個廣東省一樣 但是他們也都已經自我調教 這是改善的 companies 那你看到東北亞那些地方 那陸那些地方 它開始已經是在發展 和生態平衡方面 說來保 mitig攻這個平衡 是拿掉個平衡的 也都是 很肯負泰國的風範 我們簽署了這個巴黎協定之後 我們都是在減碳排放方面 去下實行去做 那這些是我們也需要明白 那我們知道 也也要下手下腳去做 所以多謝我的粉絲帶出這個問題 我和大家可以交流 另外讀多一個Alvin Wong說 其實有些香港人很野蠻的 腦筋很閉塞 一直盲返中國大部分亞洲國家的工程機械 都是中國進口的 譬如Towel Crane Race Floor Sheets Milling Machine Litch Machine等等 你都認識很多東西 Alvin 對呀 這件事在中國的出口 現在它有些高科技的東西 它都限制出口 譬如噴砂船 因為噴砂船是用來填海的 那個噸數和噴砂量 的確是會嚇驚外國 你看看 在南中國海那裏 這麼快就填了美濟島 還有這麼多條跑道 還有可以用來 三沙市 立了這個市出來 這個相當不簡單的 如果給你們其他的工程去做 冤枉了 都不知起多久 但是它短短在六年裏面搞定了這些東西 另外有什麼是六年裏面做得到 譬如那隻橋 這個港珠很大橋 他們的工程進度很快 他們學習是怎樣 第一次聽說那個總工程師 在網上的文章這樣說 因為中國沒有外海的沉傷 做這個隧道的那個技術 全球當時 這個在講的是 2007年還是2008年 當時就是 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 可以做到漂亮的沉傷的那個技術 掌握著最關鍵的核心技術 一個就是韓國 另一個就是這個荷蘭佬 這個中國的工程師 就要想想辦法怎樣做 所以就去考察別人 誰知道去到韓國佬的時候 就問他 你可以給我看一下那個工程 和你們用的什麼機械 那韓國佬就說 你可以跟我來 於是帶他去看 看到距離到大概400公尺以外的距離 就說麻煩 遊人子部就站在那裡 不可以再讓你走前一點了 就在那個情況裡面 那個工程師就說 你可以給我拍張照 拿一部相機出來 就拆一拆之後 就拿了一點點辦法 但是還沒搞 於是就飛去這個荷蘭那裡 就找這個核心技術工程師 就來看看和他研究 你可以不要搞我路 你說荷蘭佬有多招職 荷蘭佬是這樣 他就說 如果我教你 麻煩你拿1.5個億的歐羅 你給我1.5個億的歐羅 我才會教你這個計劃 咦 1.5個億 大佬有十幾億 於是這個工程師就說 這樣好不好 我給3億元人民幣 3億元人民幣 哪裏會給得到 不過是這樣 你開天殺價 我就落地還錢 我3億元 我給你買一條橋 行不行 荷蘭佬就說 Thank you very much 3億元人民幣 我講完告訴你之後 我還要和你祈禱 Good luck to you 你沒辦法做到 3億元 給他錢之後 他還這樣潤你 當然是不可能的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 被人潤潤之後 那時候呢 真是激將法 就翻回自己老家 閉門就不是造居 找齊全國裏面 最精英的那班工程師 大家在這裏 一二計夜 不是王國興 夜二計日 然後就讀計 將那些反復的論據 要拿出來自己去研究 然後反復這樣去印證 辯證 終於經過大概 兩年還是三年的時間裏面 搞定 搞定了之後 啪啪大腿 OK了 我們可以知道了 我們可以做了 然後再做 陸地的那個 那個基地工程 很浩瀚的 在那裏做沉箱 然後再做什麼 公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就要做好那些大型的 那個 吊船 那些等船 才可以將那些沉箱 拿過去 然後再經過 不是GPS 是北斗衛星 定位 還在衛星定位裏面 就將那個沉箱放什麼位裏面 然後再接口裏面 怎樣做 核心技術工程就在那裏了 做得這麼好 這個中國人有時候幾有骨氣 我不怕被你去 去什麼 去侮辱 我不怕被你去贏落 最重要呢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正如很多 那些泛民那些 尤其是 刻意攻擊我的 那些 贏落我 那樣那樣 我不怕你 我總之 我就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我也是為香港服務 努力去做 希望大家都成功 好嗎 今天講到這麼多了 已經12點半 明早一早 9點鐘又要回到立法會 繼續第三天的 這個致謝動議的辯論 好 在這裏跟大家講一聲 晚安 當然 我們不會忘記要做什麼 我們要 撥亂反正 破格球變 隔走大耀廷 兼且為香港服務 多謝 晚安